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一直看顾你的儿女和我们的家 我们需要你的保守 需要你的赐福 也需要你的话 愿你能来赐福接下来的时间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的学习来到了经文生命记 第二十二章十三到二三十节 那么透过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题是婚姻法 那么我给大家念其中的几节经文 第十三到十四节 人若娶妻 与她同房之后恨恶她 信口说她 将丑名加在她身上 说 我娶了这女子与她同房 见她没有贞结的凭据 第十九节 并要罚她一百 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 因为她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 女子仍要做她的妻 终生不可修她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就要将女子带到她妇家的门口 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 因为她在妇家形了淫乱 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 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我们再读二十五节 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 强与她形影 只要将那男子致死 弟兄姐妹 如果您读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上帝在旧约的这个律法当中 跟我们讲了有关婚姻当中的一些律法 这个目的显然上帝赐下这些关于婚姻的律法 这些条例是为了保护婚姻 减少犯罪 以及对那些犯罪的行为提供公义的处理条例和标准 那么整体来讲 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讲到了两大方面 第一个是为了保护新娘免受新郎的诬告 因为在当时就业的那个年代 那个婚姻通常是父母包办的 有时候这个新郎新娘甚至到了婚礼当天才见面 才认识 那彼此的了解不够 那么婚后呢 就有可能丈夫不喜欢不满意这个新娘 那么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 那就有可能会产生诬告 诽谤 而且然而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 诽谤 这个女子的癥结 其实上是一件非常严肃 非常严重的事情 因为它关系到这个女子的性命 那么这个经文也让我们看到 如果指控属实 那么是会被石头打死 被处于死心 如果是诬告的话 那么这个丈夫呢 就应该要受严厉的惩罚 而且呢 终生不可以再修他 不可以跟他离婚 所以这个就看到 这个上帝的律法 很宝贵 保护了这个女子 那么这个也让我们看到 误告和诽谤 做虚假的见证 也就是在摩西十诫当中 那个做假见证 显然是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所以针对这些现象 应该受到合理的惩罚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大家看到 其实主要是讲 婚姻之外的性行为 性关系 那么这里面就讲到了 也是讲到了 两种不同的例行 一种呢 是女子本来可以求救 却是没有 那么这种情况下 刑淫男女双方 都要被处死刑 被石头打死 但是如果是在田野 在外面 那么因为呼叫 也没有人能够救 那这种情况下 是单单女子被刑罚 然后后面还有讲到 如果跟处女行淫 那么他这个男人 就要被罚重罚 这个罚款 而且要娶他 终身不可以跟他离婚 等等 这些都是涉及到 婚外的这些性行为 显然这种罪在当时呢 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罪名 重的呢 可以被石头打死 也就是出死刑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让我们看到 神非常的看重婚姻的圣洁 而且婚姻当中 男女的真洁呢 也是极为重要和宝贵的 当然到了新约 大家没有看到 再有如此严厉的处罚 而是 罪人呢 这个可以罪得赦免 和重新生活 但是这个婚外性关系的 神的这种赦免的应许 并不意味着 这样的罪就不被严肃的对待 比如说 大家知道 那个行淫室被抓的女人 在来到 她们被带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虽然没有定她的罪 但是却严肃地警告她 从此不要再犯 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是吗 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节 那个经文里面也警告 如果一直在违背性贞结的罪当中 这样的人将来是不能够承受神的过度 然后在西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里面 也警告 人们要尊重婚姻的圣洁 淫乱的罪呢 上帝将来必要审判 那么当今 大家都知道 婚外性行为甚至是强奸 一般都不会被定死罪 不过呢 也有可能是重罪 要看具体的情形 当然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绝对不是以世俗的法律为标准 而是以圣经的 按照圣经 我们要知道 这种婚外的性行为 是得罪神 得罪人 和得罪我们自己的身子的 一种严重的罪 应该要靠阻 竭力的 避免 然后大家知道 当今的社会 这种 在性方面的罪 很多 试探很多 很大 婚外 这个 性关系 婚前性行为 比如说婚前同居 婚外情 网络色情 同性恋 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等等 这些都越来越普遍 这对我们基督徒 实际上是很大的挑战 很大的试探和考验 我们要想避免 落入 这些试探当中 甚至是 深陷在 这样的罪里面的话 我们关键就是 需要操练 敬畏神 和追求圣洁 大家知道 耶稣有提醒我们 凡看见妇女 就动一面的 其实上 就是已经犯见 你们的罪了 所以我们需要 去 操练 我们内心的圣洁 那么对于基督徒的男女朋友 或者是基督徒的夫妻来着 都应该竭力的去追求 敬畏神 去彼此相爱 然后呢 追求圣洁 从而靠着主 能够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也在神的祝福当中 能够一生尽可能多的 去容神一人 而不是落入到这样的罪当中 因为这个实在是很可怕 求主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的医生 保守我们的家 是我们在祂的祝福里面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借着这些律法 让我们看到 你的公义和慈爱 我们人因为软弱 因为罪 需要这些律法 需要你的话语 更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已经在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里面 已经蒙恩 已经有新的生命 恳求圣灵来掌管我们 来帮助我们 来保守我们 也让我们自己能够警醒 不要落入试探 更不要深陷在 一直深陷在罪当中 不可自拔 主啊 求你能够怜悯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保守自己的身子 保守自己的家 让我们在你的祝福里面 从而我们和我们的家 也能够荣耀你 甚至成为别人的祝福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赐福我们 和我们的家人 子生后段 都能够敬畏你 追求圣洁 活在和你心意的路上 使我们的生活 主啊能够成为你 美好的见证 感谢你 听我们祷告 交托奉主耶稣的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莎